林彪代号101,陈毅代号是501,而毛主席的代号,谁也想不到是他。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保护首长的人身安全,以及一些保密工作的需要,往往会给地位重要的首长安排一个和名字毫不相干的代号。 这些代号再不懂的人,看来可能只是杂乱无章的数字或者乱码,但是在知情人眼中便能一眼明白其的身份,从而顺利地展开工作,暂时以林彪所在的第四野战军位里。 总司令林彪代号101102则是政委罗戎环103是参谋长刘亚楼,可见这种代号一般来说,都是按照职位从上往下排的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方式。 但是其保密性相对而言,会差一些往往用于军队的常规调度同样在一眼,也是沿用了这种形式。 当时1号是刘伯承,2号是邓小平,5号是二野参谋长李达,三野从番号上看似乎排在四野前头,但他们的代号却是五开头的担任三野总司令兼政委的陈毅代号501代司令兼代政。 韦素玉则是502那么最为领袖毛泽东,当时我军的首要人物,是否有相应的代号呢? 毛主席不仅有着自己的代号还有化名,化名这种保密手段由来依旧在那个年代也比较常见。 如周总理刚参加革命时用过五号,这个名字,后来还叫过胡碧城。 南昌起义之后朱德元帅化名王阶,毛主席的化名是李德,圣林彪之子林立果案地里以B52指代毛主席。 不知道有什么深意,毛主席身边重要的文档等物件也会编号最著名,的应该是8341部队。 然而最让人摸不透的是,各个时期不同的住处毛主席,更是各有一个,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编号。 在北京的住所代号,叫北京新六所南昌,的叫828长沙融城的叫九所,韶山滴水洞的叫203上海西郊宾馆,也叫414金华,的叫601这些密码之前所存在的。 秘密到现在我们也不得而知,但是其大大的增强,那当时毛主席的人身安全。 可以说这一串串数字都是代表着革命,解放战争时期,毛主席的一段段岁月和留给历史的记忆。